他是我國首艘兩棲攻擊艦艦長 你對自己的母親 對自己的祖國一種深深的愛 我覺得最直接的體現 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呵護他 去守護他 去保衛他 他是及其一二三等功的鋼鐵連長 我們有信心 有決心 有能力 戰勝一切 艱難一切 戰勝一切 場地對手 他是掌握國際軍事比賽 冠軍榮譽的神車手 三軍入武就是為打仗 所以必須要把五役念經 念強 真當國民標兵 他們岗位不同 但都以奮鬥的姿態 扛起使命責任 展現出新時代革命軍人 史智強軍的昂陽風貌 《軍事計時》系列節目 《軍中最美心》 致敬最美新時代革命軍人 敬請收看 本期播出第一集 《軍事計時》 《軍事計時》 我第一次接这么多鸡鸡 我也第一次 你看那个 那个好大呀 跟气盘 得有一个三四十米 对 必须得有 真的 这边天气真好 我感觉这个鱼呢 感觉长在这个楼上一样 这些统一穿白T恤 胸前一扭校会的同学 是从清华大学远道而来的客人 这次舰的舰长 我们之前了解到的是 我们清华大学的学长 就是对他的传奇故事 我们是希望能来到这个舰长 具体去了解关于他的一些传奇故事 大家好 我是海南舰舰长张美玉 也是你们的学长 确实今天怀了激动的心情 能够以舰长和学长的双重身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海南舰 张美玉 我国首艘两栖攻击舰海南舰的舰长 入伍以来 完成重大任务三十余次 被评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让清华学子好奇的是 眼前这位和他们有着一样 学习经历的学长 为何会选择来到军营 又是如何成长为一名 优秀的海军舰长呢 带着好奇和诸多疑问 学生们开始了这段特殊的探访 为了解答这些好奇 让来探访的学生在短短三天内 切实感受水滨生活 张美玉为他们设计了三个体验课目 那么这些课目又有哪些实战意义呢 各位清华同学 欢迎你们来到舰艇水滨考场 想要上舰 想要当水滨 洗礼和考验 是他们需要精力的第一关 也是保证舰艇生命力的最后一道防线 存管科目之一考验 需要官兵们在船舱发生火情时 用最短时间穿好装具并处理火情 准备好了吗 好 你们好 你们好 好 走 走 走 穿着这个衣服跑上去也觉得很困难 但是当我们跑到这个消防厂那里拿到这个水枪的时候 这份水枪很重 物理上是一个水量的重 但是我觉得它从精神上也是 就是我们作为穿上这一套衣服 灭火的这个责任 这个任务 我觉得也是很重 很颠颠的 还是很恐惧吧 因为那个大火它跟人一样高 然后你下去了以后它直接就扑过来了 咱们今天的训练主打的就是一个石于火之歌 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堵漏方舱 在这个密闭的狭小空间里 学生们要经受一次洗礼 模拟的是船体发生漏水情况时 大家如何能在第一时间用器具进行堵漏 当我们在下到破损舱室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快速判断这个破损舱的位置 以及准确地判断这个舱口 这个破损的面积大小 以及需要用一个相应的 什么样的合适的堵漏器材 来进行我们的破损的控制 模拟空间下 大家勇敢地在漏水舱室内完成着极限挑战 即使大半个身子泡在水里也全然不顾 他们其实是害怕的 不管是热也好 还是这个水浇在身上也好 其实这几个科目都是我们日常中最平常 最稀松平常的一个事情 就像舰长跟他们说的 你们所体验的一天是我们战士们的365天 就是我们天天都是这样生活 实战当中 舰艇舱室一旦发生火灾或破损进水 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损管科目灭火和堵漏 是美名水兵的日常必备 也堪称舰艇的保命绝招 左压右然后打一个简单截 右压左打一个简单截 拉紧后就是一个平截 平截水兵多用于出海前固定可活动的物品 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使用平截的频率也很高 比如寄鞋袋 鞭手链或是高楼逃生时连接床单 三套节的眼环更加结实一些 三套节也是先做一个临时眼环 就在这个绳干这一头窝成一个眼环 然后将另外一头绳干搭在眼环上 然后捏的这两个绳同时收紧 三套节是可以用作我们在户外登山 或者是高空作业的临时保险套索 单套节的用途更为广泛 常被水兵当作弦外作业时的安全套索 因此对于户外运动爱好者来说 可以充当登山时的临时安全带 各式各样的绳结是水兵们手中最实用的工具 舰上的每一位水兵都掌握着十余种打绳结的方法 之前在海上可能会遇到海盗 或者是你在作战过程中会抓捕俘虏等等 在那个时代我们手上又没有什么手铐啊 或者类似的那你想把它绑起来 那怎么办 在众多绳结中水手节最为经典 学生们的好奇心又被勾了起来 水手节为何以水手命名 它有什么强大的功能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把水手节准备好 一旦用的时候随时一收紧 在水兵实施反恐处途任务时 水手节的高频应用就是在无其他帮助下 控制海盗 控制效果极佳 大家可以看 你可以尝试地看一下 它会越弄越紧 而且一旦绑得很紧过后 你自己是没法解的 那么一根根普普通通的绳子 在水兵手中多快就能派上用场呢 学生们派出三位代表 准备和班长比试比试 别碰看 十五 最后一个了 好 班长这边是四十五秒 班长的完胜并不出乎张美渝的意料 毕竟这样的速度是见上每一位�ent 맡 與此同時 清華後浪們在劍學課目上的認真劍 也讓張美麗彷彿看到了曾經的自己 小時候 我早在窗戶知曉 山那邊是什麼呢 媽媽給我說過 嗨 這裡是張美麗童年時期就讀的小學 課文裡所描繪的山那邊的海 就是張美麗小時候一直嚮往的遠方 小的時候呢 門後是山 門前是河 一直都是在這個 要麼爬山 要麼下河 就在這麼一種環境裡面長大 所以說 就有一個樸素的想法 就想著好好讀書 走出大山 去了解更寬廣的世界 那麼 為何在考上清華後 張美麗又選擇了參軍入伍 去艦艇學院讀研呢 這讓清華學子們十分好奇 到底是什麼力量 讓張美麗當時做出這個決定呢 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你要知道我們一名艦長 從本科畢業開始 到成為一名艦長 平均需要15年 從一名普通的部門幹部 到後面 成為到副艦長到艦長 中間有很多考核 層層考核 特別最後當艦長的全訓考核的時候 我們開玩笑 光需要被記得的理論知識 加起來差不多一米厚的高度 即使成為艦長的這一路並不好走 即使早已遠離學生時代 但曾在象牙塔裡養成的學習鏡頭 和熱愛運動的習慣 卻保持到了現在 成為了海南艦全體艦員的標杆 很多出示他的人 都會被他的這種態度深深蛰伏 我剛到三藥艦的時候 艦長也才到三藥艦9個月 然後但是跟他的交談和工作中 他把感覺他最全艦的 這個運行管理 裝備管理 和作戰運用 他都是能夠融會貫通 作為艦長 喜歡學習的東西很多 你會經歷這個專業觀 代兵觀 而且伴隨著整個軍理生涯的 思想觀和勤管觀千錘百念 事實上海南艦作為我國自主研製的 新一代兩棲作戰艦艇 它的出現標誌著人民海軍 在兩棲投送能力方面 又有了新的提升 且次2021年4月入列以來 更是催生了立體化作戰的新思路 發揮出了強大海戰平台的作用 因此 除了堅持自身學習之外 張美玉也在時時刻刻 關注著艦上的後浪 為他們制定完整的成長計劃 在這裏面上的成長計劃 後面還有一艘漁船 別光顧前面不過後面 你們 向左五動 向左五動 向右兩動 向右兩動 他叫戴彭邦 畢業後就來到了海南艦上 與其他年輕幹部一樣 這些後浪都需要先經歷 直跟關這個崗位的魔力 別放開直跟機 那麼直跟關是怎樣的一個崗位呢 直跟關實質 我航線航速穩定 可以打開尾門尾條板 作為直跟關 你必須要深入到每個站位 每個部門去學習去研究 只有這樣了解完以後 你可能才能夠更好地 輔助操縱指揮員 起到一個參謀助手的作用 在大彭邦的記憶裡 剛剛獨立做直跟關第一天 讓他終身難忘 報告尊官 方位東東 距離15海里 發現公民無邀 師父有AS信息 無AS信息 檢查師父有其他見傳信息 無任何信息 再次檢查師父有其他信息 無任何信息 明白 戰鬥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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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報響起 艙內的氣氛瞬間緊張起來 各部門文令而動 迅速到達戰鬥 作戰總官為什麼發布 作戰單的警報 架屬作戰士 方位東東東 距離市府海里 發現物名海上目標 VAS信息通電物回應 實際向我高速接近 見得明白 艦槍斷 艦炮 做好內空防禦準備 準備 隨著全艦戰鬥系統的啟動 艙內的氣氛也達到了 戰鬥前最緊張的狀態 而隨後電台裡傳來的聲音 卻讓代澎邦感到十分尷尬 組織光學設備 查看布教情況 原來促使戴澎邦拉響戰鬥警報的 不明海上目標 是一艘破運商船 說起來也比較尷尬 一拉警報大家全都動起來了 所以我還是有些愧疑 其實戴澎邦這一次烏龍並不是偶然 經驗豐富的艦長張偉鈺 在戴澎邦數次擔任航海執更關 在海上航行時就發現了他的問題 許多 velocidad 有關的ied約就可以了 前方依船較多 指導官注意操作 然後放下 走右右 向右兩路 好像是三四兩 後面還有一艘飛船 別關注前面不過後面 每次在航行遇到渔船数量较多时 戴鹏邦就会下意识地紧张 口令总是不能一次到尾 张伟玉就抽空给他讲课和谐 希望他能更好地运用专业知识来补齐短板 这是练 这是角度 这里面这是台里 这个舌台是用角度不是弧度 就像我们身上几度几度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你想快速的估算就很快 在舰长张伟玉的授课下 戴鹏邦逐渐找到了感觉 业务能力也在一天天飞速进步 因为他们都是未来的舰长 都是未来的指挥员 你把他们练墙了 那我们今后还担心打不了肾脏吗 就像他说的 他是在营造一个环境一个氛围 然后他在培育土壤 把这个土壤这个氛围营造好了之后 那么任何种在一个肥沃的土地上 他都能开花结果 除了来自清华大学的空浪的探讨外 这两天还有两位特殊嘉宾来看望张伟玉 他们是谁呢 我们这次过来看望爱人 你有多久没见过您爱人吗 无数个夜晚吧 我们平时没有去计算 五年分两次 一次回来是十三天 一次回来是十二天 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些聚少离多的日子 全部变成妻子眼底的思念 马上要见到爸爸 儿子冒冒 却开始盼望着和爸爸在一起玩什么 我带了一个四号足球 我和我爸爸一起在大船上面踢足球 那你觉得在大船上能踢足球吗 我觉得在大船上面肯定能踢足球 我觉得还是什么 小лен质 还有三六的 在家也知道 实际上是借用1点 对 所以 丢者 一个 同一 大黎 用 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那边还有很多 很多军舰 看到没有 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强大 海军也越来越强大了 我们的军舰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了 大家想不想跟爸爸一样 当海军啊 想啊 当海军很辛苦啊 我告诉你啊 回不了家啊 儿子啊 然后天天在海上还要 这个有风浪 你怕不怕累啊 我怕 怕不怕火 我怕 可以 想要吗 可以 儿子的回答 让张美丽感到十分欣慰 孩子确实长大很多了 所以他每次想想 还是很亏欠家人的 这是一本张美玉珍藏了多年的相册 里面记录着他成为海军后的每一段珍贵记忆 也见证了人民海军迈向深蓝的坚实步伐 这本影集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这个基本上进了我到海军 特别到了渐渐部队15年以来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这是我当天的刚好第一次这个还在训练 这个训练我们成绩还不错 直接就炮想把握 是很漂亮的 对我们来说是心很震撼的 心很痛快应该说 所以当时打完过我们的外国人 就直接在电台里面用英文 干得漂亮 有些声音像这种 就是打韩服 感谢祖国海军保驾护航 祝祖国繁荣昌盛 这就是海军官兵的幸福的地方 可以当海军闯大一样看世界 最后一张空的 最后一页留给我们海能见的下一次 这个精彩瞬间 把我们的后面的赞美信念成果 把它放上去 后续我相信我们的精彩瞬间 会越来越多 我相信今后我们会越来越好 留一张给未来 对 那在最后呢 就教大家一首 我们水冰比较爱唱的军旅歌曲 就是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我先起个头 大家会唱的呢 可以先跟着一起唱一下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一起唱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祖国的海江庄里宽广广 我爱海洋送你山峰 一个年轻人 一个青年 你对自己的母亲 对自己的祖国一种深深的爱 我觉得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用自己的生命 去呵护它 去守护它 去保卫它 未来 张美玉和舰艇上的水冰们 还会继续批波展览 把勇敢和忠诚 献给祖国海江的 每一寸深浪 这就是我们航空保障部门的 彩虹小分队 我是彩虹小分队中的小红人 我是彩虹小分队的小黄人 我平常主要负责飞机的迎来 宋王 我是彩虹小分队的小白人 我是彩虹小分队中的小蓝人 让我们一起为赛又进加油打气 好